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统说法多点吃深海鱼 摄取鱼油中的Omega-3有助保护心脏 但这个理论可能会受到冲击了 美国一行最新研究认为 Omega-3未必对每一个人都有十足的效用 在北极圈一带 有一群爱斯基摩原住民称为因纽特人 他们很少有心脏病 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 发现这个要归功于因纽特人 以鱼类为主要善食的习惯 因为鱼油中的Omega-3脂肪酸能够保护心脏 Omega-3因此成为城市人健康饮食的新贵 Omega-3不能够靠人体自行制造 要依靠进食深海鱼 例如吞拿鱼、沙文鱼 各种鱼油健康食品迎云而生 不过美国加州大学 柏克莱芬校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Omega-3和心脏健康的关系 可能并非这么简单 研究人员发现 因纽特人的11号染色体 有一种独特的突变基因 影响脂肪代謝 这种基因特性 帮助因纽特人的身体转化Omega-3 发挥保护心脏功效 学者做了比较 分析近200个因纽特人 和几十个欧洲人和汉人的突变基因 发现欧洲人当中只有2%有这种基因 汉人就有15% 学者认为其他种族即使涉入Omega-3 也未必有用 Omega-3的确是有功能的 但当然你说入到身体之后 它怎样转化 转化多少呢 这个真是可能 如果根据它现在 这个研究结果显示 都要看回那个情况 也有评论认为 因纽特人的体质是关键因素 至于其他族群 虽然没有上述的突变基因 但是可能有其他未知 但是功能相似的基因 或者会发挥类似的作用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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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